现在就是有些弟子在平时当中 红法度人非常积极 讲起来也是一套一套的 还成为了一些小组合群的组长 但是一旦度人度到多到一定程度以后呢 就感觉非常容易被名文利扬所诱惑 要么就是被魔障和学说所障碍 轻则修行懈怠 动辄退转甚至棒佛棒法 请师父开示一下 这主要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避免 很简单从来没学过佛 最终学了心灵法门之后 师父把他们引进佛门了 引进佛门之后没想到这么多人 自己常见体会 帮人家做了一些事情了 大家这么把他当成佛一样 受不起了 受不起之后意念出偏差 在人间公告我慢 然后要名要利 开始走路邪道 所以到后来就会退转 明白了吗 就是说这个人从来没有被人家做过领导 突然间做领导了 这种人一定做不偿的 明白吗 好的 感恩师父开示 师父觉得 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无语有云 国将心必贵师而重父 师者人之模范也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今师一通人师难遇 这其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尊师的道德观念 古代流传下来许许多多这方面的故事 比如说子公尊师 卫照尊师 李世民交子尊师 张良拜师 城门力学等等 重道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我国传统上把学问 学问知识分为道经术三个层次 道是最高的学问 是宇宙一切的法则道理 经是最道的阐述 术是实践道的手段和方法 孔子也说过 昭文道 惜死可以 学佛修心 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说你连你的师父都不相信 不尊重 又怎么可能认可师父所传的佛法 领悟到佛法中深奥的道理 更不可能身体练立行 现身说法 弘法度人 这样的拜师又有何意义呢 所以希望各位弟子 既然您心甘情愿拜了师父 就请您谨遵师父的教诲 遵师重道 依教奉行 很好啊 就是应该这样啊 你连个师父都不真正 你拜什么师啊 对不对啊 你只要讲老实话 你你这个这个学校里 你连老师都不尊重 你上什么学啊 道理都是一样的 嗯 你就是吃个饭店 你连这个饭店里的菜 你都不喜欢吃 你你到这个饭店去干什么 一样道理 嗯 啊 感恩师父开始 谁就会吃就会吃 你连爭店 你 连爭店 连我们 所以 这种